世界上有8种超级罕见疾病会导致你似乎有超乎寻常的能力 这些疾病不仅困扰着科学家 也让病人似乎像超级英雄一样 第一名 超强记忆 这种症状被称为超义症 是一种记忆分裂症 它会让人们记住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事情 以及其中的每一个细枝末节 世界上大概只有60个人被诊断为患有这种罕见的疾病 病人可以用令人惊奇的细节描述他们任何一天发生的事 回顾童年的久远往事中的每个片段 他们甚至还能背出很多年前读的书中冗长的节选片段 或复书你指定的某年某月某天的新闻广播 你认为病人会欣然享受这种天赋吗 他们做不到但往他们想要忘记的讨厌时刻 澳洲作家利贝卡曾接受BBC的采访 她的记忆与众不同 她可以一字不漏地背诵哈利波特的节选段 更为惊奇的是 她能记得自己出生七天后在墙堡中的事 然而 这名年轻的女作家却不认为自己的超异症是一种超能力 因为她会伴随着头痛失眠 并且容易疲倦 第二名 痛感缺失 其学名为先天性无痛症 得了这种症状的人 不会感觉到疼痛 尽管这种疾病很罕见 但其中多达40例都在瑞典的一个小村子里被发现 科学家至今没有找到其中原因 太不可思议了 也许你会认为他们可能具备真超人的特征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 当我们的身体出了状况时 身体会向我们发出疼痛的信号 而一个痛感缺失症病人 就接受不到身体发给你的危险信号 这种疾病对于小孩来说特别危险 当玩耍意外摔倒咬伤自己的舌尖 或骨折刺伤自己的内脏 你还认为这很酷吗 第三名 全能天才 学者症候症是一种罕见的症状 常见于那些有发育障碍的人 例如有自闭症和阿斯伯格综合症的人 他们在音乐、绘画、计算、绘图和构造3D模型等方面有极大天赋 他们可以马上计算出三位数相成的结果 或马上说出多年后的某一天是星期几 斯蒂芬·维尔夏是一个拥有学者综合症的英国建筑画家 他乘飞机环绕伦敦一圈后 能画出一幅精确的伦敦地图 许多人称他们为天才 但他们只说对了一半 有这种症状的人确实在某些领域有天赋 但这些天才病人还展现出严重的精神缺陷 你记得温斯顿·格罗姆小说中的《阿甘》吗 他就是一个典型的学者症 第四名 冷感缺失 除了对疼痛没有反应的人 还有一些人对冷也没有感觉 维姆·霍夫 一个让医生百思不得其解的荷兰人 维姆能够待在非常低温的环境中 不动声色 他曾在一个装满冰块容器中 待了整整两个小时 只穿短裤 攀登到了布朗雪山的山顶 他甚至能在结冰河的冰层下游泳 专家认为 他将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奇迹 但维姆·霍夫自己却认为 他的冷感缺失是坚持训练的结果 第五名 恐惧缺失 完全没有恐惧感 是一种罕见的遗传障碍 目前发现了三百个案例 四分之一的病人在南非 其中最著名的病人是一个无恐惧感的美国女婿 SM 这个缩写已经成为了她的标志 专家用大量的方式去吓唬她 让她拿着毒蜘蛛和毒蛇 科学家把她锁在一个闹鬼的房子里 让她看恐怖电影 然而 他们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费 这些丝毫没有吓到她 SM还告诉他们 有一天晚上 在公园里一位持刀歹徒向她袭击 她丝毫没有感到恐惧 赤手空拳甚至吓跑了歹徒 研究团队对她的幸存感到震惊 尽管她不能分辨危险 但这听起来就很恐怖不是吗 第六名 吸血鬼病 先天性不灵症 病人有奇怪的尖牙齿 因此看起来像传说中恐怖电影里的吸血鬼 拥有这种疾病的明显症状的人 非常瘦和苍白 他们的外眼周有黑色的圈 牙齿很尖 不灵症患者的两个显著特点是贫血和怕光 这种病人最大的问题 就是和吸血鬼可怕的状况差不多 他们必须总是检查体温和远离阳光 阳光会激活皮肤中过度累积的捕灵物质 导致患者的皮肤起泡 溃烂 疼痛难忍 就算是阴天 紫外线的剂量也足以摧毁他们的皮肤 因此 捕灵症患者只能在夜间出没室外 这是吸血鬼病的最典型症状 听起来很魔幻 例如 迈克·贝里曼 得了这种病后 就一直以恐怖片演员这一职业谋生 现在 你应该知道吸血鬼故事的原型了吧 第七名 狼人综合症 你会因为要定期脱掉身体某些部位的讨厌毛发 而烦恼吗 可是 多毛症患者的毛发生长系统是不正常的 他们身上到处长满了密集的毛发 甚至脸上也长满了又长又密的毛发 导致这种症状的原因极大可能是基因突变引起的 所以 它的昵称是狼人综合症 第八名 外国口音综合症 当你去国外旅游时 你曾尝试过说外国口音吗 有一些人他们甚至不用艰难的尝试 就会控制不住的说外国口音 令人惊讶的是 会说法国口音的人 可能之前从来都没去过法国 病人说话 甚至会带几种国家的口音 有时甚至是同时说 导致这种症状最常见的原因是大脑受损或中风 哦原来如此 有这种症状的人在讲话时会改变他们舌头放的位置 这种情况最有效的治疗就是演讲治疗 朋友们 你发现哪一种疾病最令你震惊呢 在生活中 你遇见过视频中描述的患者吗 欢迎到评论区留言 请点击订阅按钮加入奇闻仪式 以便第一时间收看 谢谢